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我是Joyce Mann 让哲学进入经营 建立企业成功基因 我们继续谈矜持哲学第48条 乐观的构思 悲观的计划 跟乐观的实行 我想我们在建立一个企业 或说我们要面对一个新的计划 我们在自己的心里面 必须要先有一个我一定要成功 我一定可以做好这个工作 今天的题目其实是要让每一个企业领导者 或者是经营团队 在面对各种新的事物 新的企业经营的时候 必须要有三种的心态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乐观的构思 我们在看待我们自己的一个新的计划的时候 我们一开始我们必须要有无限的空间 让自己可以来琢磨 然后再让大家去讨论 让大家来共同的去交流架构 整个计划或是整个新的事业的各种的可能性 第二呢就是当我们已经确定要执行 那我们就必须要悲观的计划 所谓的悲观当然不是说 我们觉得这个计划就没有希望 而是一种所谓的严苛 严格的来审视这个计划 正式的来看待这个工作 这个计划我们要怎么执行 而且执行一定必须要让它万无一失 绝对不能在执行之后才发现说很多的错误 为什么会这样讲 就是很多的企业或者说很多的新创的公司 都是构思大过于所谓的实际的这样的计划 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边要求每一个企业领导组 在计划的过程当中必须要非常的损盛 我们常讲就是所有的魔鬼都在细节里面 为了要避免执行之后才发现错误 我们必须要在计划的时候 我们就把这些错误 我们都要把它挑出来 这样的一个严苛的审视 每一个新的计划其实是必要的 这是所谓的悲观的计划 再来第三个就开始我们要执行 也就是乐观的执行 所谓的乐观的执行 当然不是说我做了一定会成功 而是我们必须要告诉自己 告诉每一个团队 告诉每一个成员 所有的准备的事项都已经完成了 那我们就要告诉自己 我们一定会成功 我们唯一的目的跟目标就是完成 我们在经营企业的时候 我们面对各种工作跟计划 甚至新事业的进行 我们都必须要有这样的三个过程 所谓的乐观的构思 悲观的计划 跟乐观的执行 上述这三项的这样的思维 必须要贯注在每一个企业员工的心中 这样子企业中要进行各种工作跟计划 一定会成功 我是Joyceman 如果你觉得这个不错 让我们下回继续聊哲学吧